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关键海域积累了经验 并很可能为打击美国及其盟国目标而进行训练 下面是美国将密切关注的几种中国轰炸机 轰6K战略轰炸机报道着 今年5月 中国空军令具备何能力的轰6K轰炸机降落 在南中国海一座人造岛上 华盛顿趁此举意在加剧局势紧张 破坏地区稳定 在4月底 美国空军曾派B-52轰炸机飞至正义区域附近 轰6K目前是中国的主力战略轰炸机 它装备了射成了1600公里的空射巡航导弹 作战半径 据称为3500公里 五角大楼的报告着 轰6K于2013年开始服役 它航程更远 把射空射巡航导弹的能力 让它化身为一种防区外打击平台 使其能打击远至澳大利亚和关岛的目标 报道着 这星红 赵季还多次参加绕台湾岛的飞行 此举具信 旨在向岛内分裂势力发出警告 报道着 去年8月 六架轰6K轰炸机飞越日本西南部的宫古海峡 然后向北飞行 首次到达有4.7万名美军驻驾的冲绳以东区域 中国空军轰6K轰炸机进行飞行训练 轰6战略轰炸机报道着 那些轰6家族宗教老的型号 现在主要用于短程飞行 它们最近曾出现在台湾海峡附近 五角大楼的报告强调 未来轰6的任务可能瞄准台湾岛 报告称 根据挂载武器的不同 轰6未来可能承担的任务 包括攻击海上目标 打击台湾岛东部地区目标 或者为封锁提供支持 目前 在没有战斗机研轰炸机飞行路线进行护航的情况下 此类任务很容易受到攻击 报道着 北京已经表示 轰6系列轰炸机在台湾岛周边越来越频繁的远航行动 旨在警告台湾不要从事分裂活动 兼轰7A战斗轰炸机兼轰7 兼轰7A型战斗轰炸机绰号飞报 前者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现役 经过深度改进的兼轰7A则于2004年开始服役 它的最大飞行时速为1808公里 有效在和9000公斤 上个月 中国派兼轰7A 轰6K 兼车A战斗机和1276运输机 一同参加了在俄罗斯举行的国际军事比赛 中国空军限空气R间机轰炸机 进行飞行训练下一代轰炸机 报道着 2016年 中国空军宣布正在研发一种新型远程打击轰炸机 报道着 这事的人们猜测中国可能正在研发 被称为轰20的亚因素引行轰炸机 这种轰炸机将对抗美国的下一代B21引行轰炸机 报道着 中国空军宣 该机可能要到2024年才会首飞 这种新型轰炸机在其他方面非常神秘 自2016年以来没有进一步的信息 据中国媒体报道着 它的最大航程可能为1.2万公里 最大有效在和为20吨中航工业集团 庆祝旗下西安飞机工业公司 成立60周年宣传片截图 然后再次复杂西安飞机工业公司 再次复杂西安飞机工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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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